教練現在已經幾點了 現在四點半 我們已經來到了出發的集結點 那等下賽事出發的時候是會 就全部先一起出發 然後他是就是從因為我記得到第1中間 還有一段路 所以這一段就是一個 一起騎的時候 前面會有人壓車 就像賽事看到那樣 就像你現在看到那邊 前面都有汽車 好帥喔 阿清順你昨天就是 聽到什麼消息之後就沒睡好了 昨天晚上突然聽到M20的組 也是跟菁英主義出發 就原本我們預設是說 聽到的是每組 分5分鐘後出發 結果後來你昨天聽到的消息是 就直接跟菁英主一起 那跟菁英主不好嗎 你不是可以跟著他們嗎 跟不到啊 不會啦 菁英主主裡面還有你們原本M20 阿我比較老一點 所以我是M25我就沒有跟他同組 我是跟M30阿 所以我們是相隔 5分鐘後 OK 那我們 就 去準備排位置 準備出發 GOGO 我們現在在起點 然後我現在在 2530分鐘 然後我們是分批出發 剛剛是菁英主先開始 8 7 6 5 4 3 2 3 3 出發了 出發了 剛剛過 我加入到下 然後就開始 我剛才出發大 就開始 重點這種盪袋啦,其實超猛的 接下來就是道連舉關大概有16公斤 天亮喔 還有一個上坡 一個上坡 現在到了下坡 我覺得 早點出發到現在過 一個上坡 平常在176公斤 目前里程11.7公里 我現在感覺有點喘 然後我 其實昨天沒有睡得很好 因為立塞 然後昨天整個晚上 從道府裡開始 可能忽冷忽熱 過敏蠻嚴重的 不過其實又有點 有點喘 感覺有點小感冒的感覺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 因為清湯差不多 但現在就顯得特別喘 繼續努力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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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2公里 大概2公里就到 入社 1.1公里 1.2公里 2.2公里 2.8公里 3.4公里 3.8公里 3.4公里 3.6公里 1.6公里 這一圈呢 整齊 雨季是25分 鋼琪是22分左右 對 雨季是25分 鋼琪是23分左右 所以有 大概2分鐘的扣打 加前面3分鐘 不見5分鐘 但是 一場突然陽氣現在有點炒我剛剛講 所以我必須要回穩 不然後面等跟包裹 接下來下一段 到最高消息 這一段的距離大概 有 12公里 12公里 然後 目標騎一小時 加油 快點 目前當然騎了26公里 已經往輕近的方向前進 這邊還蠻漂亮的 繼續一下 好喘 都爆掉了 先進龍潮路口道啊 這邊應該是 你的第一個補給點 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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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目前第一階段的目標兩小時左右達成 想要看能不能維持這樣到終點 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就去壓干教練部員 但他的目標是三四五 所以他如果在小溪前騎了一小時五十 那我應該是最高 最高小溪 我應該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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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s 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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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有点起雾 前方是看不太到坡度的 所以相对来说是起得比较轻松 后面还有很长一段路 加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条路上其实有超多车队补给 但我们在上一个点其实已经补给完毕 但很可惜的是我不小心把水瓶弄掉了 所以目前没有水喝 但没想到这边突然有一个车友冲上来 竟然是问我需不需要水 但也很抱歉害这位车友差点跌倒 感谢他的水救了我一命 我记得到这一段路线的时候 已经进到连续S1的路段 那这段其实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 但当时其实有点起雾 那时候的状况呢 我只要稍微有点大瓦数的输出 其实我就快抽筋了 因为整个身体已经到非常疲劳的状态 但那时候的想法只有一个 就是我再慢也要把它踩完 真的踩不动了就起来抽车吧 目前是在渊风往昆阳的路上 到武岭还有最后的5公里 那目前气温一样是维持在10度 低温的情况可以让我比较不容易抽筋 虽然目前的疲劳质已经累积了很高了 但是我觉得我的状况还可以再继续撑下去 目前的时间来看 很有机会在4小时以内玩起 接下来就要面临最后2公里的昆阳坡挑战 希望可以顺利完成 再往前要过1公里面临最后1公里的 2公里面临最后1公里的 3公里面临最后1公里的 4公里面临最后1公里的 2公里面临最后2公里的 1公里面临最后1公里的 2公里的分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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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